大家好,著名的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做了一个论断,说此次疫情或许成为西方衰落的标志,西方也是时候反思自己的制度和缺陷了。 他在视频当中侃侃而谈,讲了说西方的现在的这个疫情控制的非常差,证明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利于抗议的,那就证明他的整个制度是失败的。 这是张维为做出的一个推论,那等会儿呢,我把这个视频给贴出来,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他这个论断啊,就是说民主制度是不是适合于抗议,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最近讨论很多,包括我们看到尤其是在国外的朋友经常听国内的朋友打过电话来说, 你看现在证明了你们美国不行,你们美国的这个制度对于疫情抗击很差,美国的经济也衰落了,是吧? 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制度是非常有优势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党的控制非常优秀,是吧? 那我们想一想,这个论断是不是正确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话题,很多人在面对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就,就是脑子就会断路,就觉得好像是中国人说的也对啊, 是这个中国的朋友呢,这种逻辑似乎是对的,你看中国现在控制的很好嘛。 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抗疫成功与否和制度,尤其是和政治制度,民主与否这个分支方向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 那如果我们先看一下例子啊,就是美国当然现在是这个感染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已经140多万了到今天, 那么这个其次呢,就是意大利,伊朗,是吧?西班牙。 那我们看一看啊,如果说民主制度抗疫是无效的,是很差的,那么我们想一想, 独裁专制的伊朗,哈美内伊政权,他们的抗疫是不是应该非常成功呢? 是吧?和朝鲜金三胖一样成功,结果呢,伊朗的抗疫也是非常差的,考虑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是吧? 几千万人口,结果你的这个总人数现在是全球第三,是吧? 你说,按说这个专制制度应该是非常有利于控制人口的流动的,控制疫情的传染的, 那为什么他也控制不住呢?对不对? 这个,这就是说明了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民主就一定不适合抗疫呢? 那民主几个国家我们也可以一下就想到,现在全球抗疫做的最好的是哪里?就是台湾,是吧? 那么台湾,我们说台湾地区啊,台湾地区是一个非常非常民主的一个地方,很多人笑话台湾的民主,说台湾的民主好像是开玩笑, 是这个台上打架什么的,其实他没有真正的研究过台湾的民主, 那台湾在这个一人一票制度上,甚至在他整个的框架构造上面,整个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体现这个三权分立制度, 非常体现这个人人能够参与的公民社会的这么一个民主制度框架, 那台湾现在几乎做到了全球最好,他的全部的感染人数到今天5月16号只有400多个人, 而且这个统计是非常全面的,不存在漏报瞒报,不像某些朝代某些国家啊, 所以所以呢,他这个抗疫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台湾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在没有封城封县封市封村的这个基础上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在这个中国大陆,香港都有这个封城, 封多长时间,台湾没有,一天没封,是吧, 而且这个对于这个戴口罩啊,的执行,就是大家是非常自觉的, 所以这个在这么民主的一个地方,既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大家想一想,民主地区不利于抗疫吗,是吧, 然后另外其他的民主抗疫比较好大,我们还有其实韩国和日本也是不错的, 那韩国呢,虽然是他爆发了开始,是吧,在这个大丘地区爆发了, 但后来很快的就控制住了,那你要是说那个中国还爆发了呢, 武汉爆发了,当然后面我们也控制住了,是吧, 就是说总体上来说,那么韩国和日本,日本本土控制也是很好的啊, 就是在他这个船上爆发的是比较厉害, 但是他本土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就是新西兰,新西兰现在是一块就非常干净的土地啊, 只有到目前为止也就一千人感染, 那么这个这是民主地区抗疫比较好的, 当然民主地区也有抗疫不好的啊, 就是所谓的美国, 法国,德国,欧洲的这个很多个国家, 对吧,那欧洲也好的国家, 我们这里不举更多的例子啊, 我们说说就半民主地区吧, 那比如说新加坡是吧, 新加坡它是一个, 呃,还算是在威权政治之下, 他当然他也是比较民主, 他也有选举, 但是他比如说言论还没有那么自由, 呃,就是你对于呃, 一些话可能还是不是很方便说, 在新加坡是吧, 所以我们把它归结为半民主啊, 在半民主的地区, 新加坡的抗疫就好吗, 也是不怎么好是吧, 他现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两万多人感染, 是全世界就是平均面积上 感染最高的一个国家, 是吧, 这就是半民主, 但是半民主当中的这个, 这是不是很好的, 那好, 又好又不好的啊, 那比如说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一个半民主国家, 是吧, 开始的时候他抗疫是很好的, 因为他很早就封锁了, 对于中国的这个边境线, 控制的非常的好, 那到了最近呢, 他这个人数突然开始暴涨, 现在已经十几万二十万了, 是吧, 所以呢就是他有开始的好, 到现在的不好, 那这个你说他和他的这个制度, 有多大的关系呢, 是吧, 另外就是我们看一看, 就是最后一个专制, 就是伊朗, 那伊朗这个专制好吗, 是吧, 不好,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朝鲜, 那朝鲜到底好不好, 到底现在有多少人感染, 确诊, 确认, 由于他这个言论也不自由, 外面得到的消息也比较少, 他的这个检测试剂估计也没有, 数量也不够, 中国支援了他一些, 但是他这个数量是远远不够的, 那到底有多少, 你不知道, 那你说这个专制地区, 他到底好不好呢, 不知道, 是吧, 这就像开始的时候, 武汉封城了, 什么消息都传不出来, 是吧, 你说你到底好不好, 不知道啊, 是吧, 所以这个, 你说抗议和制度之间, 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是吧, 他的抗议好不好, 是不是由于他的这个民主制度与否导致的, 那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什么是抗议呢, 就是这个抵抗疫情, 对吧, 那么传染病的一个防治, 就是他是一个科学问题, 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就是我们1919年就这个五四运动讲的, 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嘛, 实际上你要看这个问题的话, 你不应该从他这个国家是他的一个政治制度的方式, 采用的政治制度去衡量, 而应该去看他是否采取了科学的防疫方法上去衡量, 对吧, 就是你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你为什么要从政治上来看待呢, 是吧, 你只要采取了科学的一个防疫的方法就能防治他, 比如说什么是这个传染病的防治原则呢, 我们就大家都知道的啊, 就是这三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关键啊, 就是在切断传染病的这个传播链, 是吧, 然后就是也就是三点啊, 第一就是控制传染源, 比如说你最早你在武汉地区, 你能把这个传染源控制住,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是来自于这个海鲜市场, 是吧, 那海鲜市场这里就控制住了, 那还需要全世界动这么大的干戈来来这个防疫吗, 是吧, 那就是由于你这个暴力式的这个打压人家这个抗疫, 所以呢, 包括李文亮医生, 艾芬医生是吧, 都得到了, 都被你们控制了, 那特意他这个传染源就等于没有控制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控制传播途径, 那传播途径这个就是气溶胶传染, 呼吸传染是吧, 你都戴口罩不就好了吗, 那典型的这个例子就是新加坡, 你开始的时候政府就说哎呀不用这个戴口罩是吧, 然后他说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 没生病就不需要戴口罩, 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生病, 你认为你没生病, 但你可能是这个第一是戴潜伏期, 第二是你可能是感染了, 但是你无症状感染是吧, 你的症状不明显, 但是你体内这个病毒的含量已经比较高了, 你的呼吸已经能够传染别人了, 那你说他说你不用戴口罩, 结果你传染别人了, 所以就是说不管是你生病与否, 你戴口罩那彼此保护是吧, 你就能控制住, 那么我们看美国和尤其是意大利, 法国也都是这种情况, 开始的时候他们不要戴口罩, 由于西方的这个文化的原因啊, 他开始他觉得他不戴口罩, 或者他不想戴口罩, 结果呢就是导致这个病人传染源, 在社会当中行走, 成了一个行走的传染源, 然后就向社区当中大规模的进行了扩散, 是吧, 所以他是防疫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采取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这么说啊, 所以这个防疫, 不是由于他这个民主制度导致他防疫失败, 而是由于他的文化原因, 他没有采取科学的防疫方法的原因, 这两个核心的原因, 导致他防疫失败, 对吧, 所以这个防疫啊, 并不和他的这个第三个, 就是我们再说一下, 第三个就是保护这个易感人群, 那你比如说美国啊, 在一些养老社区当中, 他没有很好的能够保护住这个易感人群, 导致很多养老院啊, 这个死人非常多, 所以这个这个问题本质上来说啊, 防疫是个科学问题, 和他的政治制度关系不大, 是吧, 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主国家也有抗疫成功的, 抗疫表现很好的, 那专制国家也有抗疫失败的, 抗疫表现非常差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核心问题的根本原因, 我们就找到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张维为啊, 等会我们放一下张维为的视频, 作为结尾,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张维为, 这个为什么要去混淆这个问题啊, 非要把人家抗疫失败了, 归结为人家的这个民主制度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张维为现象啊, 就是更放大一点说, 这个张维为现象啊,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 在近几年以来, 就是中国有很多五毛嘛, 是吧, 就是有些人给他们钱, 让他们去发帖, 那张维为其实就是一只非常非常大的五毛, 给他钱可能就是给的比较多嘛, 拿着这个教授的头衔, 对吧, 他就能横行无阻, 到各个电视台去做他的这个节目, 当然肯定是由上海的这个宣传部门的配合啊, 东方卫视的推动, 是吧, 他在东方卫视上, 这几年传播的这个叫, 这就是中国讲这个故事啊, 他讲了很多故事, 但这个故事当中很, 所以张维为他这一点啊, 他就是说混淆是非, 他运用了传播修当中的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他把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放在一起, 来向大家宣讲, 比如说他先讲一些历史啊, 讲一些比如说红军的故事啊, 这个毛主席的故事啊, 邓小平的故事啊, 尤其他擅长邓小平英文, 因为他以前是邓小平的这个翻译, 对吧,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东西和他一个错误的结论得出, 比如说我们制度有优势, 什么放在一起啊, 这就是传播修上叫70%正确, 30%错误, 放到一块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错误了, 比如说我们典型常说的一句话叫爱国爱党, 是吧, 爱国爱党, 你说爱国这肯定是对的是吧, 爱国是对的, 但是你爱党, 那人家爱不爱党, 那是人家的事, 比如说你爱你的党, 你爱这个在台湾, 你爱民主党是吧, 人家爱民进党是吧, 在大陆你爱共产党, 但是人家爱这个, 那个其他的七个民主党派是吧, 你这个人爱喜欢哪个党, 就喜欢哪个党, 你不能说让一个民主党派的人是, 本来是九三学社的啊, 比如说你让人家爱共产党, 那他不是叛变了他的这个九三学社吗, 他就是叛党对吧, 他不能这样, 就是到底爱不爱党, 那就不一定了, 但是爱国每个人都要爱国嘛, 所以他把正确的和, 不一定正确的东西放在一起, 他特别擅长这个啊, 张维为, 所以他讲故事的时候, 这几年他和别的五毛不一样, 别的五毛你一下就能识破他, 他是个五毛, 他在胡说八道, 张维为呢, 他就是他讲故事的时候, 他把一大部分这个历史故事跟你讲一块, 然后最后得出个结论啊, 我们怎么怎么样, 是吧, 西方怎么那么差, 但是两者之间呢, 很多时候他就是没有这个因果关系, 或者因果关系非常的弱, 那这就是这个特征, 那么呢,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啊, 张维为说这个, 此次疫情就是, 呃, 第一个是证明了这个西方制度不行, 第二个他就说, 是成为西方衰落的标志, 哎呀, 你这这个是吧, 他以西方的疫情很厉害, 包括美国, 包括法国, 呃, 英国, 德国, 但是不是会成为西方衰落的标志呢,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 我们就想一想啊,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你把正确的东西, 客观的事实和你的结论放在一块, 这现在的事实是美国的这个疫情很厉害, 但是他的结论是西方就会衰落,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他有联系, 是吧, 呃, 你疫情不好了, 疫情严重了, 经济肯定会差, 包括现在美国在第一季度,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经济很差, 但是一季度的经济差, 是不是就是衰落了呢, 美国历史上经历了这么大大小小的风雨, 是吧, 近的这个2008年的经济危机, 呃, 远的这个二战, 他经历了很多, 哪个事不比这个事大呀, 是吧, 那他衰落了没有, 这事是不是成为他衰落的标志, 是吧, 咱们得想一想, 另外呢, 我们当然啊, 我们这个也要想一下中国, 啊, 这个, 嗯, 张伟为呢, 你站在中国的角度上想一想, 啊, 这个疫情发生之后, 尤其是到现在, 我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在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英国, 很多个国家向中国提出索赔, 那索赔难道他们就是胡闹的吗, 索赔当然不会给他钱了, 最后也可能成功, 肯定是成功不了, 对吧, 但是索赔表明了一个态度, 人家认为你犯了错, 才会向你索赔的, 那人家明明知道是你犯了错, 或者认为你犯了错, 结果还会跟你关系好, 这不是不可能吗, 肯定关系就会差的, 对吧, 既然这么多个国家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关系变差, 那你说谁会衰落呢, 是吧, 张维为作为一个教授, 能出来这么胡说八道, 真是道德沦丧到了极点, 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说的啊, 就是因为前面的时候, 我们做过张维为的这个几期节目, 然后很多五毛呢, 就上来我们这里开始骂, 是吧, 这边呢, 我们不会停, 我们会接着分析张维为啊, 分析张维为本人, 以及分析张维为现象, 他所代表的这种大小五毛的现象啊, 然后最后呢, 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张维为演讲的这段视频, 大家看一看, 欣赏一下, 谢谢大家。 面对就是这次应对疫情中的各种各样的失误啊, 甚至是这种溃败啊, 西方实际上也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自己制度的缺陷和弊病, 那么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其中有些呢, 还有一定的深度, 德国一个政论刊物叫希斯罗刊登文章, 说西方国家不再是世界的榜样了, 有很多迹象表明, 疫情危机可能被视为西方衰落的象征, 那么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也刊文说呢, 疫情啊就像地震, 有可能重塑全球秩序, 那些自民得意的政府, 可能被无情的选民撕成碎片, 特别是尚未从雷曼危机中完全恢复元气的西方政治体制, 必将遭受第二次重创, 那么哈佛大学教授格莱姆·埃利森写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是美国的政客把矛头对准中国, 这是逃避现实, 他们试图逃避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埃利森教授是提出就是休息的陷阱的, 也就是说所谓新型大国和守城大国一定会爆发冲突的, 而且他认为这种冲突是结构性的, 但他在这篇文章上专门讲了, 不管中美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冲突, 在战胜冠状病毒这方面, 美国免的挑战不是中国, 而是美国自己没有能够调动起来, 与这种威胁相匹配的反应,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最大的疫情局是纽约, 那么纽约州州长科莫也加入了反思的队伍, 在4月10号的疫情记者会上他反问, 当我们回头来看, 12月1月应该就被发现了, 但这些警告信号在哪里呢, 吹哨人是谁呢,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仍然很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信号警号早就有了, 如果你不知道答案, 那你就看一看, 就是前段时间美国媒体上发表的文章, 我们可以往回看, 看1月份美国媒体上发表的文章, 然后他让他的助手用这个PPT放出当时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他说你看当时人家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 也意味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警讯, 对不对? 接着呢,